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迷离时空1961》 第三季第21集 故事发生在郊区的一家养老院 这一天男子查理兴奋的拿着行李箱 出来匆忙的和养老院认识的朋友们 依次告别 之后见到查理上了车 老人们也都聚起来围观 不会吧 您瞧瞧查理的儿子 正要把查理从这里接走了是吗 把车开到前面的树边 查理儿子也无奈的说了一句 老爹我没说要接你回家呀 我说的是今天过来和你谈谈这个事 行吧 听到儿子这句话原来是自己多想了 查理也就失落的从儿子车上出来了 也或许是被朋友们围观看了笑话 又或者是单纯的情绪低落 等儿子走后 查理行李箱都不想拿 走过来看到地上孩子们玩游戏玩的罐头 拿起来查理就坐到了树下 看着这个罐子 对比自己生命的末期 查理似乎感悟到了什么 回到房间 一听事有老李 看着窗外抱怨着 这些孩子整天玩踢罐子的游戏真够吵的 我正想拿枪把他们都秃秃了 查理却很理解 孩子嘛 喜欢草地就喜欢在草地上玩的 提到儿子不接自己回家这个事 查理也觉得没什么的 我儿子自己也成家了 他家房子也不大的 把我接过去可能开始是好的 但后面儿子的老婆也会嫌弃我的 再说了 我儿子还准备要个二胎呢 他自己经济压力都这么大了 把我接过去不是一个累赘吗 见老李又在抱怨外面孩子太吵了 查理就笑着说 老李呀 他们不就是孩子喜欢玩吗 我们小时候不是也这样子吗 放学后就喜欢到处乱跑 又是捉迷藏 又是摸鱼的 对了老李 你怎么啥时候开始不相信魔法了呢 老李一听啥魔法呀 到我这个年纪还信这些玩意儿吗 我告诉你很简单 人长大了都会成熟 接受现实的 查理就想 诶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永远年轻呢 老李就回应 查理你都是个老头子了 我劝你不要幻想了 你的青春岁月几十年前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等死就完事了 这之后老李还找院长打了小报告 院长您得留意一下那个查理啊 是不是最近护士没有给他吃药 我看查理都喜欢幻想了呢 俩人在屋里正说着 查理这边忽然很兴奋的出来鼓舞病友们 大白天的睡什么呀 诶 你们都是怎么了 有腿能动的都打起精神来好吗 大家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到河里找蝌蚪吗 哦 你们都忘记了小时候的感觉是吗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吧 边说着查理就走到院子里 绕着洒水器小跑着自娱自乐起来 让水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大伙一看这么喜欢水就让洒水器淹死你吧 查理也呼喊着 大家快来玩呀很有趣的 院长出来一看 赶紧过来就把查理抱到了一边 护士也顺势把查理带回了房间 没想到发生这种事 院长也对老李说 我看明早还是单独把查理关到一个房间 隔绝起来比较好 晚上一听到老李的这个传话 查理也火大了 凭什么把我关起来 我犯什么法了 一看到桌上的罐子 要关我是吧 我来一把大的 于是晚上大家入睡之后 查理就偷偷的起来 把朋友们都叫醒了 再把大伙聚到一个小房间 查理就叫唆大家 我们今晚来个刺激的 为什么要规律生活呢 我们今晚就出去踢罐子玩怎么样 查理这么一带头 大家一推演 是的 好像童年的活动 我得有一百年没完了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跑得可快了呢 你看看多神奇 一眨眼的功夫 我们现在就变成这个鸟样了 老奶奶也感慨 对的 小时候我可有活力了呢 把罐头递给朋友们 查理也来了个激情的演讲 听到了吗 这就是小时候的声音 小时候的感觉呀 快跟着罐头 把你们的记忆唤醒吧 还有求你们了 今晚你们不陪我踢罐子的话 我一个人也玩不了的 或许是受查理话语的影响吧 于是大伙就围起来 商量了一个越狱计划 最后偷摸的回到房间 查理也想喊喊老李一起加入吧 见老李的反应 还是觉得太可笑了 那查理也最后对老李说 老李你是不是年纪大了 害怕了 不再愿意冒风险了 老李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是有魔法的 我和我老婆玛丽 坠入爱河的时候是魔法吧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是魔法 还有我认识这么多朋友 也是一种魔法 老李我这次剪的罐子 我感觉也是有魔法的 你不愿意去也没有关系 那这次我就不带你了 说完这些话 查理就离去了 之后透过楼梯的缝隙 众人偷看了一楼的护士 老奶奶给了同伴一个手势 同伴就在窗户边 点燃炮涨丢了下去 随后听到爆裂声 护士自然是被吸引开门出去查看 那这个时间差吧 查理的队伍就赶紧下楼 顺着后门溜了 听到动静 老李和院长也来到外面查看 而这时一个神秘的结局来了 院长看着门口玩耍的小朋友们 只是很纳闷 这些孩子们可真能玩呀 白天来玩 晚上这么晚了还要晚 我去那边找找吧 而看着带头的小男孩 老李却走过来有点难以置信 查理是你吗 你真的用魔法变成了小男孩是吗 见男孩不说话 老李继续说 是我啊查理 我现在相信你了 你带我一个吧 听到小伙伴们的呼喊 小男孩也就返回了树林 继续玩起了桌迷藏 之后院长过来也反馈 后院没有找到呢 我再去果园找找 捡起地上的罐子 老李就自言自语 院长呀 你再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我知道这些玩桌迷藏的小朋友们 就是查理带的那些老人们 用魔法变的 说完这个话 老李就走回了养老院 妈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